這是第幾次參加亞運? 06年錯過之後這是第一次 06年是下坡還是月園? 我記得我是拿到下坡資格 然後他們說因為杜哈沒有三 所以就取消這個下坡賽的項目 然後就那一次取消之後 就一直都沒有下坡賽這個項目 在亞運 去年就是有聽到說今年亞運可能會有下坡賽 因為畢竟印尼的選手下坡賽這方面還蠻強的 所以他們有說印尼當地會極力爭取說 亞運有下坡賽這個項目 那其實我聽到我當下其實也在抉擇 因為畢竟已經有點逃離那種跳脫當選手 因為我這幾年其實都比較專心在像工作 還是說幫國家隊當機械師的部分 那其實聽到亞運說有下坡賽 我心裡也蠻覺得想說我到底要不要再拼一次 對那交流其實也有鼓勵我啦 那我覺得就拼 反正其實也不會影響到我當機械師的部分 上帝把你移到門關起來會再幫你開了另外上門 那我也是因為腳受傷 因緣際會去了奧運這個殿堂 我覺得這個也是這輩子很難得很難得的經驗 那我並沒有覺得說我錯過了什麼 我反而覺得我得到了更多 奧運不是說要比就能比 就那一陣子看挺硬這樣子拼 我也覺得說要拿一個參賽資格真的很難 那也是他的拼勁跟一些選手的拼勁 激勵起我又想回去當選手的那一股衝動 對啊衝勁 然後就給自己說再拼拼看這樣 我可能是比較全力拼在下坡啦 因為以這次亞警賽來講 你兩個項目都要拼真的是很難 對因為其實這種這麼高階的比賽 你要再專向另外一個 因為畢竟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一個是技巧性 你當然路線你要熟悉 那另外一個是體能方面 所以我可能這次是 以拼下坡為主吧 這幾年看下來泰國的選手是真的蠻強的 如果沒有意外一二名他們要包真的不是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可能第三名就是地主的印尼的選手 所以那個可能是我比較想要拼的抓的目標啦 因為講真的泰國那個我跟他實力真的懸殊很大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紀的關係膽子比較縮了還是怎樣 可是我差他們都至少十幾歲以上有 對所以目標 如果這次真的有第三名我真的就很開心了 對啊 就是全力跑好這場比賽 然後自己設立的目標 就是盡全力去完成這樣子 對啊因為很難得的經驗啊 不代表說今年亞運有下坡 再隔四年之後亞運還會再有下坡賽 對所以我覺得機會是自己去掌握的 不要去等待機會 而是要去把握機會 對啊 超級的越級打怪 我去到那邊我真的覺得 我只是一個幼幼班剛騎車的小朋友 因為其實阿丹叫我不要想太多 他說你去喔人玩賽就很厲害 不要想著要跑到多少成績 就是以安全為主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亞運 對然後他是叫我去吸收經驗 然後看看就是賽道 然後一些選手騎車的風格有什麼不同 你臨場看跟在電視上看轉波 其實不一樣 那個路線不是大家看起來好像騎過去很平整 那其實是很難騎的 你要連貫 你不連貫的話 你接下一個路你就會很不順 騎車騎那麼久 我從來就是沒有手震到痛過 對啊我跟阿丹求老說我下午先休息 因為沒辦法騎 第一次是我騎車第一次 如果要再去拚一些高階的比賽 我可能會考慮 因為我目前可能還是會以工作為主 那如果真的有年輕後輩 就是妹妹他們要騎車我還是會很願意教他們 那我可能明年跑的一些比賽 可能就是會像阿丹那種 Enduro 的比賽那種 跑跑不一樣的風格 對啊就是多去嘗試一下這樣 如果現在後面有選手上來 我真的會鼓勵他們往外跑 因為有沒有往外跑 跟一直待在亞洲這個環境真的落差會很多 因為刺激嘛 比賽的刺激跟一些環境 就好比說你常常開F1的賽事 才是騎MOTO GP 你都是兩三百的時速 那你回來台灣騎那種幾十 速度大概一百 你就覺得這個很輕鬆 那其實一樣的意思 你常常在高山那種速度 那種環境那種飛著跳台 可是你一回到亞洲 你就覺得那個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對環境啦 環境跟熟悉度